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美女朋友 大家好 我是蘇文的行銷專員 那我同時也是這場活動的主持人 那歡迎大家來到東高丁台灣的看位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車款發本會 那本次我們即將帶來的是 大家其實期待已久的 HyperModel 698 Mono RV的發本會 但是我覺得在講車輛之前呢 那應該有一個更重要的元素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 它是DUHATI全新世代的全新領域 它集結了DUHATI最高科技 還有最卓越的技術捲捲方案 它是全新的Super Quadro Mono 彈槓機器 我會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影片 我的影片卡了 可以幫我手機播放嗎 大家請稍等 我們的電視員很期待 不是每次都會忘記一下 這個特定要需要幾十分鐘 角色滿足 begin 先幫我拍照 那太不大其實 這動物 好 你可以跟一個 這個 這是真的 這一個主持人 這個超級的發表 可以拿一支 用這個 那麼 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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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擁有突破萬轉的轉速 它的轉速紅線已經來到了10250轉 並且它是一顆水冷的散感器 它也搭載著它裡最精簡的DESMO DROMATE的氣氛構造 659cc的它能爆發出77.5匹的化妝罵 它的扭力將會在8000RPM50有限 它有限出63nm的扭力 那這顆引擎也正式在2024年被應用在HYP698MONO RV的車上 我看到的是這顆引擎的版本 我看到的是這顆引擎的 我知道它是很可怕的 這顆引擎的一顆非常多 我看到的是這顆引擎的 好,HyperModel 698 Mono RV,它是一台真正的SuperModel 它有著非常簡潔俐落的設計 非常輕略的造型 非常狂暴的心靈表現 然而,它卻十分的輕巧 只有151公斤的裝備重量,絕對可以讓你搭拾一斤 這全部都要歸功於它在車上搭載了 只有8.1公斤的輕量化馬中皮的全客調合聚合金的成績 非常值得順帶一提的是 車輛的後避震呢,它是採用了SAX的全客調單調後避震 並且它也搭載了健身式連感的設計 那這樣的搭配組合呢 可以讓騎士跟車輛 不管是在做出任何的動作 或是在任何的騎乘條件下 它都可以擁有最好的直升性 還有舒適性 HyperModel 698 RV呢 它其實也有非常多領級賽事下方的科技 像它非常多的車身基礎 還有它的電控系統 其實都是來自於Carnica EVO的一級 就像剎車系統 其實本次的剎車系統 是HyperModel 698 RV的一級賽車 330mm的半幅公式搭單頂 搭配了五軍圓巾的鐵盤內桌 並且它也搭載了一顆Brembo的M4532卡機 這樣的搭配呢 可以讓車輛見重了有40%之多 那在電子配備的部分呢 我想最值得提到的是 車輛搭載了輕量化的零電池的配置 那前方的DRL的重型燈呢 它可以在日間時機動車輛更好的能力 那後方的DBL的煞車燈呢 則是在進行緊急自動 有緊急情況的時候 它會自動開始閃爍來提示後車 這樣子的配備呢 它可以大幅增加騎士的安全性 那我想另外一個大亮點呢 是HyperModel 698 Mono RV 它搭載了一個3.8吋的IVM LCD的液晶椅表 那得益於IVM的顯示技術呢 它在騎士不管做出正合的動作 或是在正合的騎乘條件下 它都有非常完美的難見度 那就像Panaga的V4一樣呢 在儀表的左右兩側其實都設有提示燈 在右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會閃爍綠色跟紅色的提示燈 綠色呢就是提示騎士後 你可以準備進行換台 那紅色的部分就是很明顯地已經超轉了 那在左側的部分呢 它是配備有一顆黃色的LED燈 那當黃色的LED燈開始閃爍的時候呢 就代表說 現在是你的ETC循跡系統正在介入MUSCO HiVMOTO 698 MONO RVE 它有非常多的豐富的那種完整的電控系統 那這些電控系統其實都是來自於 它已經長年增戰MOMO GP的結果 那像是它擁有騎乘模式 動力模式 彎道ABS系統 ETC的循跡系統 那還有防浮局啦 進退快排 彈射器 還有引擎煞車的系統 最後我們也很興奮地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台電控系統的外觀 它真的很美得令人支持 其實HiVMOTO 698 MONO RVE 它在推出的時候 它在ECMA2023上 就已經被套選為全世界最美麗的摩托車 那希望等一下大家在接幕的時候 都可以非常享受它的真面目 它的外觀 那有關於這次的原廠改裝的部分呢 其實Ducati也準備了非常多 Ducati Performance Accessories 可供大家選擇 不管是你要用來提升車輛的性能也好 或者是不管是你想要讓你的車變得宇宙不同 其實也都可以 Ducati Performance Accessories 提供你各種各樣的選擇 來改裝 Ducati Looks 中文字幕——YK 那我想大家最想要聽到的就是 安裝了Terminoli的禁忌承動排氣管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它可以為你的車輛增加7匹的馬力 讓你的馬力來到84.5公斤 這麼誇張 另外它也可以幫你的車重減輕1.5公斤 那我想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當你安裝了這組排氣管之後 它會為你的DWC防護局系統額外增加一下功能 它叫做Willy Assist 那Willy Assist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協助、騎士、完成 咕嚕的動作的一個輔助系統 那透過這個電控輔助呢 你可以讓不管是新手或是老手也好 它都可以更輕鬆的完成咕嚕的這個動作 不過這些排氣管我們仍然 僅限制用於封閉場合跟賽道上使用 那現在我們就立刻來揭開HyperMOTO 698 Mono R-B1的神秘面紗 我們有請新亞建設的副總 周副總 然後還有我們的Ducati的三位VIP 我們的戴先生 還有我們的黃先生 還有我們的黃先生 還有來自台中的張先生 還有我們的黃先生 還有來自台中的張先生 好 那我們現在倒數三秒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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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 二 好 那我們先看紅色衣服的攝影師 好 那我們三 二 一 請節目 那我們現在請錯文的大家長 吳總經理跟大家進行合照 那我們現在先看紅色正中間的攝影師 好 那我們現在看舞台左側的攝影師 好 那我們現在再看舞台右側的攝影師 好 謝謝我們的Cati的VIP們 那我想在大家拍照的期間呢 我們就順便公布一下車款 但是大家最注意的車款售價 底下榮標 總代理所有五個公司 將會引進去 Hypermonto 698mono RV1版本 它的售價 是新台幣79萬8千元 好 這是我們以上回本次的發表會 謝謝大家 悠悠 本身又有一個資源心理的目標